中華航空公司31日在位於阿祖大市的花車工廠 介紹在線台灣之美為設計主題的玫瑰花車 評審人員到達工廠 就場內各花車設計進行評分 結果將於2017年1月2日遊行當天公布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觀光組 交通部觀光局駐洛杉磯辦事處主任施兆輝介紹 花車遊行是南加州年度盛事 藉著這平台宣導台灣的旅遊和地方特色 它指出聯合國的世界旅遊組織推動永續旅遊 主要是鼓勵民眾體驗大自然 宣導世界不同國家地區的自然旅遊文化 台灣擁有不同的自然生態元素 花車上的地質、五色鳥和野生百合都是台灣特有 目前台灣正推動賞鳥旅遊與生態保育機構合作 組織賞鳥團介紹獨有的鳥類動物品種 花車目標的觀眾就是主流的民眾 可以展現整個台灣稀有生物的珍貴跟美食 那麼同時也表現了台灣對於環保意識的重視 所以讓在台灣很少很稀有的地質 也長長的出現中間在山林裡面 那麼還有五色鳥 以及其他的稀有鳥類 台灣特有的動物 迷霧中王者、地質和五色小精靈、五色鳥為花車的主角 鳥兒的頭部會轉動 台灣野白色的部分以椰子碎組成 花壘中心部分是紅豆、香草和海苔等組成 根據了解 花車使用了三萬多朵鮮蛙 包括玫瑰和其他花卉 全長55尺、高35尺、寬18尺 一十五根 拿川南橋 玫瑰和其壁